哈囉 歡迎來到七尾霞輕鬆拍攝影科 我是曉光 今天來教你們怎麼樣使用相機的腳架 先來介紹一下腳架的分類 通常就是有兩種 就是譬如說我右手邊這一個 它是相機的這個球形雲台的腳架 那它方便的地方就是你轉鬆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快速的去轉動它 所以你在調角度的時候 可以很快速的去調整到你要的一個角度 然後它也可以用這個垂直的這樣的方式去構圖 它這邊有一個凹槽 然後你只要卡到這個凹槽 你就可以變成垂直的鏡頭去拍攝了 但是呢當然它也有缺點就是 如果你是拿它來拍影片的話呢 它就沒有辦法譬如說Pen啊 就是左右橫移或者是上下的移動的畫面鏡頭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它沒有辦法很順滑 那 說到這一點呢 就要使用到這一支啦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影片專用的腳架 那它就是用油壓雲台它比較大顆 那在左右轉動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很順滑等速率的去運鏡 你的畫面才會穩定 才不會忽快忽慢 如果用這種球形雲台的話 你就很難掌握那個時機的速度 而且你可能會抖動 就是它沒有辦法在同一個水平上 左右移動或者是上下Tail 所以如果你要拍影片 你需要有這樣一個運鏡方式呢 一定得要用這種油壓雲台 然後像我這個油壓雲台呢 又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它下面是碗公頭 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調整你的水平 譬如說我把下面的這個螺絲轉鬆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調整它的水平啦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水平儀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那個水平到底準不準 就可以看這個 然後確認好之後呢 再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很快速很好用 如果你是拍影片 你就要用這一支 如果你是拍照呢 構圖來講不需要有一些運鏡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球形雲台 它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你要的構圖 然後很快速的找到你要的拍攝的一個點 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攝影的腳架 有什麼功用呢 通常使用腳架的時機點呢 第一個不外物就是自拍 你自拍沒有人幫你拍照的時候 你需要自拍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腳架來自拍 第二點呢就是拍風景照 或者是慢快門的時候 那為什麼風景照要用腳架呢 因為通常我們在拍風景的時候 很要求我們畫面的銳利度 當你很要求畫面的銳利度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用腳架拍 因為我們手持手一定會晃 但是在腳架上面的時候呢 你的鏡頭就是很穩穩的站在那邊 所以你用腳架拍出來的照片呢 一定會比你手持的還要銳利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要求的攝影師呢 建議你一定要用腳架來做拍攝 然後還有一個實機點就是 當你想要一個攝影的技巧 譬如說慢快門的時候呢 你也一定要用腳架 那慢快門會用在哪裡呢 譬如說我們在拍瀑布的時候 你瀑布的照片呢想要有一點那種 涓涓細流那種絲線的感覺 那種瀑布的線條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用慢快門 那通常拍瀑布的那種 細流的慢快門大概是2秒至3秒左右 甚至你要4秒5秒也可以 但通常白天如果你的快門 拉到這麼久的時候呢 你的曝光可能會有點太亮太爆了 不然的話呢你的光圈可能已經開到最小 然後你的ISO已經達到最低值 可能是100 然後你的快門又需要慢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你可能又要加一個ND濾鏡 可能會比較拍出一個比較好的照片 剪光鏡的部分呢之後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慢慢來跟你們大家介紹一下 剪光鏡的用法 那今天主要就是著重在腳架的部分 剛剛說到了就是瀑布的拍攝 它需要一個慢快門 那像有些人晚上喜歡拍銀河的人呢 你也一定要用腳架才能夠拍得出來 因為銀河也一定要慢快門 譬如說我們通常晚上要拍銀河的話 快門大概會是在25到30秒 所以你如果是手持呢 你可能在25到30秒手完全不動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仰賴腳架 來做一個穩定的動作啊 然後你拍完銀河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拍攝星軌一樣 你想要讓那個星軌有那種圓圈的感覺啊 你也是一樣就是一定要有腳架才拍得出來 如果你想要拍那種一圈一圈的那個 星星的那個軌跡的話呢 也需要腳架 那它的快門就需要設定在更久 也許五分鐘十分鐘甚至一個小時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下 如果你拍人像 那用腳架可以拍出哪樣的一個特別的照片呢 在這裡分享第一個技巧就是 你把腳架架好之後呢 讓model同時拍 譬如說 讓一個構圖同時拍幾個 它在不同的位置站或者是座 或者不同的 pose的照片呢 你再把它合成起來 你就可以得到一張 有很多model同時在同一張照片裡面的照片 應該也蠻酷的 然後下一個人像的技巧呢 就是你可以去一個人很多的地方 然後請你主攝影的那個model 站在那個點 不要動 然後你的腳架架好之後呢 設定譬如說快門設定五秒 設定八秒的時間 然後一些路人走動的時候呢 讓你的model不動 這樣子拍出來呢 就會得到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人的一個流動感的照片 但是你的那個主要拍攝model 又是清楚的 可以玩玩玩看 用腳架拍攝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技巧 然後我再分享一個 就是如果你有這種油壓雲台 你就可以再拍一個慢快門的一個追焦 如果一個東西物體或者是人或者是車子 或者摩托車它在移動呢 你跟著它等速的去移動呢 然後再按下快門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有流性感的一個照片 只有那個主體是清楚的 但是旁邊的那些物件呢 都會有一個線條的速度感呈現出來 這個也是用慢快門去做出來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呢 可以玩玩看追焦 譬如說很多人喜歡拍摩托車的追焦 或者是汽車的追焦都可以去玩玩看 蠻好玩的 找一個天橋然後去追追那個車子啊摩托車啊 挺有趣的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些漂亮的小姐姐 model 然後去追焦它的人的一個移動的感覺 流線感也蠻好看很酷 可以試試玩玩看 但這個成功率比較低一點點 然後難度也比較高一點點 可能你需要拍個十張二十張可能也許才成功一張 但是可以試試看 不要氣餒 不要拍個一兩張失敗了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很難拍不起來 因為這個是需要一點時間或者需要多拍幾張才能夠成功的 像我自己我也不是說拍一張兩張就一定可以成功 需要多試幾張 最後再分享一個東西就是旋轉鏡頭 或者旋轉相機 當你的快門設定 譬如說我自己習慣可能 三十分之一秒 然後再把你的人像或主體的那個拍攝物件呢 放在構圖的正中心點 再做旋轉動作 你會得到一個蠻酷的一個旋轉的照片 但中心點的那個東西是清楚的 這也是用麥快門去做的 如果你的相機有穩定器的功能 這個成功率會高一點 那如果你的相機是沒有穩定功能呢 可能成功率會稍微低一點點 你可能就要多試個十張二十張才有可能成功一張 這個也可以玩玩看 分享給你試試看吧 照片拍出來應該會蠻酷的啦 挺好玩的 好啦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是小光 如果你喜歡我的課程呢 希望你們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堂課見啦 對不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